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安排在了下午的四点钟 也就是说第三场进行的 那么对于这个比赛的双方来说 也都是通过抽签来决定 中国旅篮的圈运确实非常的好 有球迷就称了是上上签 当然了拿到上上签确实我们运气比较好 但是对于法国队这个对手 我们一点都不能轻敌 一点都不能大意 因为能够在小组林立的一个强队当中脱颖而出 法国队确实有他的一个独到之处 所以我们只有充分的尊重这个对手 那么把困难想得更充分一点 可能对于下午的这场比赛来说 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 当然了我们的优势也都是非常巨大的 包括双塔 包括李梦 包括风线的一些球员 也都是我们拿下比赛的最新的保证 那么按照旅篮世界杯实力榜最新的排名 我们高居第二名 那么法国队也都是远远落后于我们 两支球对整体实力来比较 我们肯定占优势的 当然了怎么样把我们的整体优势 转化为比分上的领先优势 就成为了这两天 主教练正为指导 调整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了 其实对于中国旅篮来说 之前的东京奥运会小组赛 也都是打得非常的不错 但是淘汰赛的第一轮 我们就结束了整个比赛 那么也都是遗憾被淘汰出局 对于球员来说 心理包袱肯定是有的 怎么样冲破这个魔咒 成为了这两天心态调整 最为关键的环节 当然了对于正为指导来说 肯定也知道球员们会有心理包袱 那么当中的一些心理调节 肯定是有进行的 所以就看一下今天下午 中国旅篮的姑娘们 能不能卸下包袱 轻装上阵 拿下这场比赛 那么对于法国队来说 其实他们的主教练 还有他们的队长都认为我们的实力比他们强 但是对于这一支球队来说 他们主动示弱放击姿态的话 可能也都会展现出顽强的一个斗志 拼搏的一个姿态 所以对于这个对手 我们也应该做好充分的准备 多准备几套方案 有利于我们面对比赛场上的一些突发的情况 甚至如果比赛开局 我们打不好落后的情况 怎么样打立风球 也成为了中国旅篮了最大的一个环节了 当然了对于这场比赛 肯定是有直播的 欢迎球迷在下午四点钟 能够坐在电视机旁边 给我们中国旅篮继续加油助威 拿下法国对这一个对手 从而是抢下一个戏场的席位 那么对于后面的淘汰赛来说 我们只有步步为因 过了一关算一关 只有这样的话才能够走得更远 那么被认为是十年来最强的一次中国旅篮 希望这一次能够兑现自己的天赋 拿下有说服力的一个成绩 最好就是登上世界杯最终的领奖台 冲击前三名 所以对于这一点来说 信心满满的中国旅篮的话 今天下午应该会给我们奉献一场 非常精彩的比赛 欢迎球迷一直支持中国旅篮的表现 好了这期节目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下次再见 拜拜